Malise & Kui, 大家好, Kui, Kui, 欢迎大家, 今天要看的新闻是关于不用接触画面也可以操作这个仪器 如果大家早前有看新闻的话,其实这个技术在其中一间, 也有的 我们一起看看新闻是说什么的呢? 画面に触らなくても操作できる新しいセンサー Japan Displayという会社がタッチパネルの画面に触らなくても操作ができる新しいセンサーを作りました このセンサーは透明な板で画面の上に置いて使います 画面の近くで指を動かすと、画面と指の間の弱い電気をセンサーが感じて操作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この会社は役所やレストランなどでこのセンサーを使うことを考えています 4月からは鳥取県の図書館で使っています 会社の人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の問題で画面に触りたくないという人が増えたので 今使っている機械の上に置くセンサーを考えました これからもっと使いやすくしたいですと話しています 無需触摸屏幕即可操作的新型全感器 一家名為Japan Display的公司開發了一種無需触摸屏幕即可操作的新型全感器 その全感器は透明板放置在屏幕上即可使用 当你把手指靠近屏幕時 全感器は感受到手指間微弱電流並操作屏幕 該公司正在考慮在政府的办公室、餐館等場所使用這種全感器 尿取県的図書館在4月份開始使用 該公司的一名人士說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問題而不想接触屏幕的人數增加 所以想在現在的機器上安裝一個全感器 由於新型冠狀病毒問題而不想接觸摸屏幕 現在開始就可以使用更容易使用 對 看完這個新聞後 結果發現發現S7 の已經有點不一樣 S7 と表示就是超級凌空的 例如BI修園面般 whisky 那時設定一個供批明ile的保原器 使用了原件設計� Burada公司令到現在原作新型冠狀病毒可以展現 這款容器我在香港也有看到 本身有上映操作屏幕 例如有 Merry Mix 它的 На我的臉部 設定了一個合心作靈感器 或者大家有時搭港鐵時 有些電梯也有這個功能 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 這個感應器跟新聞說的是不是一樣呢? 我自己覺得這個也挺方便的 因為比如這個環境的關係 大家可能就盡量不想接觸外面的東西 所以可以拼一下拼一下手 然後就可以按住按鈕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發明 今天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或者感想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記得幫我訂閱讚和分享出去 我們今天的分享來到這裡 我們星期五再見 再見 拜拜